哈喽朋友们我是有风 那之前呢有风经常介绍 比如说像Mijerly像Lilado这样的一个AI图片生成工具 那但是的话他们因为Mijerly的话 它是一个收费的版本 Lilado的话它每天生成的数量的话 也有一定限制只有150 那今天有风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完全免费的一个AI图片生成工具 那生成出来的效果的话 其实我Mijerly的话已经差不了多少了 而且它主要是免费 我相信大家在网上的话应该看到了非常多 像这种AI网红的一些照片 那像这样的一些照片的话 它其实的话都是用这种AI软件来生成的 它生成这些照片的话 它可以生成一些连续性的一些照片 比如说模特在吃饭 模特在逛街 还有模特在睡觉 等等等等 那今天有风就教大家怎么样使用免费的工具 来生成一些AI模特的一些图片 它可以摆出各种各样的知识 而且的话它的一个脸的话是一模一样的 像在IG上面的话有非常多这样的一些AI模特 而且它的粉丝都非常多 你看这里30多万的一个粉丝 那这个的话有20多万的一个粉丝 非常的厉害 那今天有风就教大家使用免费的工具 来制作和它像类似的一个AI模特的一个照片 AI网红的一个照片 那今天的话有风会用到一些工具 本期用到所有工具链接的话有风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那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 跟着有风一起来试操一下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Google的一个co-label这个网站 链接的话有风也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进来以后的话 那我们点击这个按钮开始运行一下 这里直接点击一个运行 那这里的话它可能会稍等一一 那这里的话它可能会花费几分钟的时间去加载这个软件所需要的一些功能 它会从服务器上面进行下载 这里大家要做的就是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就可以了 这里的话正在一个处理 那如果说你第一次进来的话 你需要用你的一个Google邮箱登录一下就可以 好我们所需要的文件的话 它已经加载好了 这时候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它会跳转到我们生成图片的一个页面 你要运行这个页面的话 前提是你必须要运行这个co-label这个程序才可以 好这就是一个 这个就是这个focus的 这个就是focus的一个页面 它的现在的版本的话是2.2.1 进来以后的话 我们首先来进行一些基础的一些设置 我来看一下 因为刚才有朋友说的 它这个功能的话 其实是和Mijerni差不多的 只是说它现在是一个免费版本 我们可以所限的生成一些照片 第一个我们先点击这个高级 高级的话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它生成的一个 如果你选中间的速度 它生成的速度就比较快 如果说你选择质量 它生成出来的一些质量的话 就可能效果比较好 下面的话可以选择一些比例 这个地方的话是输入你的一个提示语 它里面的话比例非常多 这里的话可以填入一个 生成一个图片的一个数量 它默认的话是生成两张照片 你这里可以调成三张或者四张 这里输出 输出的一个格式 你可以选一下 那么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风格 那风格的话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风格 你把鼠标的话移在上面的话 它就会显示一个大概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卡通的真实的 那这些的话都可以生成 风格非常非常的多 大家的话可以多去研究一下 在这里面的就是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模型 而且已经是类置好的一些模型 我们直接点一下的话就可以调用这个模型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我们先这个的话 它里面的一些默认的一些模型 我们基本上不用动它 这些参数的话 这些参数基本默认就可以了 后面还有一个高级 高级的话这里面的用的都比较少 我们一般都很少用 下面的话还有一个开发者模式 那如果说你对这个 如果说你对这里面还有一个开发者模式 那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多多去研究一下 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用户的话 我觉得这里面选好一个风格 设置一下基础的一些东西的话 差不多就可以了 那我们生成图片的方式的话 其实非常多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用 那比如说这个雷拉朵 雷拉朵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图片 提示语 比如说我点一下它 那这里的话就是有一个提示语 我可以直接把这个提示语的话 直接把这个提示语 粘贴到这里面 这里的话选择一个比例 那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正方形 直接点击生成就可以了 有这种现成的一些提示语的话 可能有时候我们生成出来的一些质量的话就比较高 那当然你可以写一些简单的也没有问题 那比如说这个网站也可以 海逸这个网站 那里面也有非常非常多美女的一些图片 我们都可以复制它的一个提示语 那比如说我们点击一下它 这里的话就是它这个张图片的提示语 我们也可以直接复制了以后 粘贴到这个地方来来生成就可以了 它生成的时间的话 大概是在一分钟之内 那基本上就可以帮你生成一张比较好看专业的一个图片 由于它认识的 因为它的提示语的话 它只认识一个英文 那如果你是中文的话 你需要先把这个中文的话 翻译成一个英文 比如说我想生成一个美绿的模特 全身造长发 在巴黎十张周里面 然后穿着一个红色的连衣裙 我们来试一下 我先把它翻译成英文 然后复制一下它 这个就是我刚才生成好 我们来看一下 点一下 再点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的质量的话 其实是非常可以的 这个也可以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刚才一个 在巴黎十张周穿着红色衣服的一个模特的图片 因为它是模特 这里的话 风格的话 我们可以选一下 这里的话我们搜索一个 比如说 iFacial 就是一个非常时尚 我们把这个勾起来 这样的话它生成出来的图片的话 可能的话时尚感就比较强 我们来试一下 直接点击一个生成 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下比例 直接点击生成试一下 数量的话 图片数量我们在这里可以选 有风这里选的默认的就是两张照片 这里的话它正在调用一些系统的一些资源 正在帮我们生成一个模特的一个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感觉还是有点感觉 你看这里 而生成这里是显示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时间 那应该是一张照片的话在30秒钟左右 那第一张照片的话已经生成 我们点了来看一下 那这个按钮的话 你可以把它下载到电脑上就可以了 再点一下 可以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一个 而生成出来的照片的话 其实效果还是真的还可以 这里显示的是一个时间 由于有风这里选的是一个速度 那因为速度比较快 可能生成出来质量的话稍微差点 那如果你们比较有时间 那有风建议大家选择这个质量 它生成出来的一个图片效果的话 质量就比较高 我们点击一下它 点击这个下载 我直接可以把它下载到电脑上面 我也可以点击一下放大 看一下效果 这个感觉还是非常的可以 主要而且还是免费的 像这种 AI网站的 如果说有时候你自己在生成图片的时候 你找不到灵感 你可以来那些AI网站的话 来搜索一些美女的一些图片 它里面也有一些专业的一些提示 我们也可以直接调用一下它的 比如这个网站 还有海艺 还有这个网站 这些网站的话都可以 里面都有非常多漂亮的一些 模特的一些照片 我都可以来 来复制一下它的一个提示 那比如说这个网站 我们搜索一个美女 我们来看一下 OK 它里面的话会出来非常多美女的一些照片 比如说你喜欢这个美女 你直接点一下它 这里就有一个提示语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可以直接把这个提示语复制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网站的话 它里面也有很多 我们来试一下 我也搜索一个美女来试一下 这里也会出很多美女的一个照片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可以 我也点一下它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照片的话 你可以先把它保存下来 点击邮件 直接可以保存图片就可以了 保存图片以后 等一下我们可以拿来备用一下 那有风的话也想生成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漂亮的一个 AI模特 我们来试一下 那我直接把这个提示语 比如说我粘贴到这里面来 那我们直接点击这个生成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生成 我们来试一下一个效果 有点这种效果 一个直色的一个美女 好 这边这个程序的话 这个网页的话一定不要关 关了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就用不了了 因为我们这个程序它是建立在我们这个collab之上才可以运行的 然后第一张已经生成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非常的漂亮 有点这种AI模特的感觉 我们再点一下它 哇塞 非常漂亮 光我们点击邮件 可以把它保存到我们的一个电脑上面 这张也生成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也是非常nice 你看那眼睛这么漂亮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设置 有方来教大家一下 比如说你点你这个input 就是一些输入 它可以帮我们的图片的话 进行一个放大放小 就像mejani里面的一些功能 像mejani里面的一个放大放小的一个功能 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说这张图片 我们想把它放大 我们直接把它拖进来 或者说你直接上传也没有问题 而这里的话 你可以比如说放大两倍 放大1.5倍都没有问题 或者说你可以再生成一个 和它相似的一个照片 这就跟mejani里面的V1V2V3V4有点相似 我们点击这个的话 它再它就又会帮我们生成两张照片 生成出来的照片和这个差不多 如果说你选这个 如果你选这个 那生成出来的两张照片 可能就和这个有点不一样了 和mejani里面的一个功能的话 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它是免费的 这里放大两倍都没有问题 我们直接可以点击一个生成 那它上面就会继续帮我们生成一下 而且的话它会帮我们放大两倍的一个效果 你看它正在放大图片 那当然的话 这边的话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就是一个图片提示于 生成的话都需要一点时间 可能有时候一分钟 可能有时候两分钟 已经有点出了效果 这里的话显示了18 也就是要到18 这个张图片的话才能处理完 那如果你要运行这个程序的话 最低的话你的电脑的就是需要4个G的一个累存才可以 因为它还是会耗费你本地电脑上的一些资源 我们看一下刚才第一张的话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 而这次的话看起来确实是比上一次的话明显要清晰非常的多 那么可以直接你觉得喜欢了把它保存到你的电脑上面 这就是你的一个AI网红模团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 那如果你想暂停的话 那直接点击这个暂停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它的一些其他的功能 那我们点击这个Imagine Pro我们来看一下 你可以直接把照片的话拖到里面来 你看下面有个高级 高级里面的话它里面有一些功能 这里面比如说cpds什么prpyri 这些功能的话它里面有个文档说明 里面说得非常清楚 相关链接的话有可能也会放在里面 这些功能的话它生成出来的话 可能有时候效果可能会有一点点区别 那这些参数的话它可以调节 你们可以多去尝试一下 那如果你觉得你想暂停的话 直接点击这个停止就可以了 或者点击这个跳过 它已经处理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也是可以的 那接下来有封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来在这里面直接进行一个换脸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话有一个换脸 我可以再上传一张照片进来 比如说我想把这个美女的脸换到她的脸上 我们来试一下效果 我们选择换脸这个功能吧 下面 然后这里的 选好要直接点击一个生存 我看一下 把这个美女的脸换到这个紫色美女身上来看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这里的话她正在下载这个模型 可能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在换脸同时我们来看一下她的下一个功能 第三个就是这个in-paint或者out-paint 她这个有什么功能 相当于就是Midio里里面的一个平移 你看左边平移 右边上边下边 那你可以上传一张照片进来 比如说美女 这里的话你的方法你可以选一下 这里有个提高细节 比如说脸部 手上或者眼睛等等 或者是修改一些增加一些内容 都没有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按钮 那就说明的话可能有点出错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需要重新把这个页面给关掉 重新再运行一下这个页面 那她才能再继续帮我们应讯 那免费的话可能有时候会出一点错 那大家可以稍微理解一下 我点了这个她再一次再进行一个运行 那等一下这边运行好了 我们再进行一个图片的一个生成就可以了 好这里这次的话又运行好 我们点击这个进入这个图片生成的一个后台 我们点击这个高级 我们来我们点击这个输入图像 我们选择这个图片 我们来换脸来试一下 我想把这个美女的脸给换掉 换成她的一个脸 下面的话我们这里就选择一个高级 高级的话我们这里就选一个换脸吧 好点击一个生成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然后这边比例的话你可以选一下先 有一点效果了 马上的话就要成功了 这个的话第一张的话已经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把她的脸换到这个美女的脸上 你看效果还是真的已经换成功了 非常的好 这就是换脸后的一个效果 你就可以把它保存到你的电脑上面来 当然的话我们可以跟她换场景都没有问题 比如说我们把这张给删掉 我们来给这个美女的话说 跟她换一个场景吧 比如说在 那当然她需要一个英文的问题 翻译成英文 穿着红色的连衣裙在逛街 我们来试一下 说她穿了红色的连衣裙 再买衣服 我们来试一下 复制一下这个 粘贴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次的话我们就选其他的一个了 就不要选换脸了 那我们直接点击一个生成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女换一个场景 但是她的脸的话是不能变的 她需要穿这个红色的衣服在逛街 我来看一下她生成出来 来获得一个效果 第一张已经生成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刚才这个美女穿着红色衣服在逛街 对比一下还是差不多 我再来看第二这一张效果 这张的话一个是笑的一个是不笑的 看一下 这就是她穿着一个红色的衣服在逛街 大家觉得像不像吗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效果 就是她 然后这里面提示语的话 你可以更改成任何你想的 比如说再吃苹果 我来试一下 让这个美女的话吃苹果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出现的一个苹果 条纹的粘语情 再吃水果吧 这一张也稍微像一点 第一张的话 她帮我生成出来一个苹果不像 我看一下第二张的一个效果 这一张的话稍微像一点 就这个美女 拿着一个苹果 感觉的还是差不多吧 但是还有进步的一个空间 咱们来看一下她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 那下面的话 你可以选择这些不同的一些参数 她可能生成出来的效果会略有不同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输入和输出的一些功能 具体的一些怎么样用 其实她官方的话有一个文档 那里面的话说的非常的清楚 那就是这个文档 它里面说的非常的清楚 我会把这个文档的链接的话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那如果想深入学习这个软件的话 可以去好好看一下这个文档 那比如说它里面 BJ里面的V1V2V3 U1V2V3就相当于对应这个图片输入里面放大 变化等等等等 这里有个还可以生成一些二次元的一个效果 风格的话这里面都可以 它这里面都有一个对应的一个说明 BJ里面是什么功能 Focus里面的话它是什么样的功能 那这里的话比如说我们再来上传一张照片 比如说这一张 我们给它来一个项链怎么样 比如说这里修改内容或者增加一些内容 更改背景等等 那我们选择这个吧 这里给它画一个项链 我们来试一下 增加一个项链 那我们这里点击一个生成 一定有点效果 它的脖子上的话这条项链我们已经看到 因为我刚才画了一条 这是项链的一个样式 我们来看一下 OK这个美女的话我刚才随便画了一下 生成一个项链 这个项链的话已经在脖子上去了 效果非常的好 觉得可以的话就可以把它存下来 那通过这种方法的话 你可以在它比如说 可以增加很多东西 那它的可以局部的一些增加一些东西 大家可以零活运用一下这个功能 那有了AI帮我们 有了这个免费的AI工具的话 它可以帮我们生成非常多漂亮的一些图片 那你可以换脸 你可以在它的身上增加东西 或者说改变它头发的一些颜色 或者等等等等都没有问题 我们都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提示语 这个地方你可以输入一些提示语 来生成你想要的一个场景 比如说在哪里吃饭 在游泳或者说在逛街 都没有问题 比如说我跟他搜索一个在海边 我们再来点击一下生成看一下效果 通过这个方法的话 你就可以生成你自己的一个 AI网红的一个模特照片 你可以在IG上面注册一个账号 这种美女账号的话 在IG上面的话 它的一个流量的话非常非常的大 大家可以去尝试做一下 这个就是有风生成的一个AI美女 它其实看起来的一个效果的话 它是非常的易进度 已经非常的真实了 它注册账号都非常简单 你直接可以用点Gmail有效 直接在IG上面注册账号就可以了 这个看一下它所有的这些动作 或者说这种风格 眼穿什么样的颜色衣服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工具的话来控制 都没有问题 在沙滩上的美女的话 马上就出来了 我让她去沙滩上面 我们换了一个场景 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在沙滩上的一个美女 再让她穿着泳泥上的沙滩上 感觉看一下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非常的漂亮 希望有风今天的风信分享的 对你有所帮助 我是有风 我这个频道主要分享的是一些 网上赚钱 网上创业的一些思路和想法 希望可以帮到你 如果你在使用本期工具的时候 遇到一些问题的话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风留言 我们会一起来探讨交流一下 我这个频道主要分享的是一些 网上创业的一些思路和想法 如果对这方面感谢小伙伴 可以订阅关注有风这个频道